在11月26日下午1時左右 數百名示威者在主辦公區九龍灣發起的快閃倒路 要求追究警暴問題及聲援仍被警方圍困在理工大學內的留守者 參與者多數穿著辦公衣服 但大部分人是佩戴著口罩 有參與活動的示威者表示 早前泛民主派陣營在區議會當中大勝只是顯示市民的態度 但政府並未有具體回應 包括處理警方暴力問題等民間訴求 同時認為若然政府堅持立場 類似的街頭抗爭會繼續出現 市民曾先生表示 區選代表了他們本身不認同現時當權者對他們的控制 尤其是反送中法、警暴各種行為 也沒有就他們對五大訴求各種意見作出回應 其實區選只不過是反映民意 你說大勝他是絕對不覺得 因為根本選舉的系統都不同 在未來還有選舉的裏面 一日制度不改變 他們的民意一日都無法向上表達 有關活動進行大約半小時後 十多名手持盾牌警棍 以後是長槍的防暴警察到場 他們要求示威者返回行人路 但未有如早前應對類似活動般發射催淚彈或胡椒噴濟 而之後示威者是和平散去